字幕提供 第一个他会用到吉祥节 第二个他会用到平节 第三个他会用到琵琶节 第四个他会用到秘鲁节 所以呢这个作品会用到四种节法 那各位会说这四种节法会很难吗 其实一点都不难 他能够透过四种边节的节法来成就一个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就很值得去学习 为什么值得去学习 您能够透过边节的变化成就一个作品 那你在这个作品里面 你一次可以练会四个节法的话 这个作品就有他存在的价值 那也是很多新手 想要接触中国节的边节法的人 很适合来玩这个作品 好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我先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材料 那第一个呢 我们需要花朵的主线 花朵的主线呢 它是30公分要四条 那四条呢可以同色也可以不同色 那是为了让各位能够知道自己在边节的过程中 怎么去运用它 所以我特别选了双色来做一个作品的教学 那这是30公分的四条 那再来我们需要它的梗 梗是40公分 梗就是这个地方需要用到40公分 因为宁可留多 可以来做一个变化调整 那再来它需要一个叶子 叶子呢 大约30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需要它的挂饰 挂饰这一段 这一段呢 20公分 20公分两条 整合一下花瓣 30公分四条 下面的叶梗 再40公分一条 然后叶子加上吊饰的部分呢 总共要三条 好 那再来就是一个钥匙圈 这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所有材料 好 那我们开始来制作它 那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为了在制作过程中 比较快速能够完成 我们先来制作我们的吊饰线跟叶子 好 这是叶子的部分 来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是琵琶节 琵琶节 这样子绕过来 好 把这个锤在上面 这一条线就直接在上面 那 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着 这样子 这边 这边有一个洞 这是琵琶节哦 好 绕过来 好 这样子 再来从这一边 这一条线绕过去 那稍微把它拉紧一下 我们等一下就不用再调 调节那个线材 的长度 好 然后再绕一次 把它调整 调整完成 等一下就不用再拉尾线 因为这个位置等一下拉 我们只会拉一条线 所以如果你这边直接调整好 等一下制作出来的作品就会比较漂亮 然后不用在那边后续再一直拉线 好 那我们总共是过 这边过来嘛 一个 一个圈 一个 二 三 四 我们在第五个下 好 绕完了 把它稍微拉紧一下 绕完就长这样子 这是琵琶的形状 然后把这条收 把它整收起来 它是不是像一个叶子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地方剪掉 烘烤 好 那我们一个叶子就完成了 那这个作品 清设计的时候只用了一半叶子 所以叶子叫一半 好 那我们再来做吊饰的部分 吊饰 一样哦 这是二十公分的 那我为了让我们的吊饰能够稳固一点 我们是穿两次 先穿过一次 好 再穿过一次 然后把它拉平整 所谓的拉平整 就是让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能够一样长 所以把它拉平整 好 拉平整之后呢 我们来编平结 用另外那一条线 编平结 好 平结 那我下面这个地方 我一样用一条 把它稍微贴一下 好 平结 这样子 好 然后横 压这条线 然后穿过底部那个洞 好 拉紧 然后把它 再来第二次 至少要编四次 两次 三次 好 再来一次哦 四次 好 拉紧 好 然后这样子呢 这个预制也完成了 这个预制也完成了 它就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各位怕它会移动 就是说 你等一下要绑的时候不好绑 其实可以把这边竖起来 然后呢 使用针线 针线把它穿过去 好 然后绕个一圈或两圈 先做固定 那它这个线就不会开开的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钓饰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总于是我们完成两个部分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做花瓣的地方 花瓣怎么做 来 看着哦 第一个 自己对折 好 对折 我们把四条都对折完成 好 四条对折完成 那对折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组合 它这是吉祥节 我要用跳色的方式 套过去 套过去 然后再来要跳红色的 套过去 然后这个一样是套过去 可是套过去之后呢 我们要成为一个循环 所以要穿过这个洞 好 那我们就变成是一个 无线循环的一个 紧致 紧致循环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线收齐 收齐就好 不要用力拉到紧到一个 你觉得它整体已经变形了 你只要是它出现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 紧致 就完成 好那我们现在就完成 这样的动作 那我们再做第一 这是第一组的那个 整合的那个线材 那我们现在做第二个边节 我们这一次的边节要用四条线同时边 一横跨 来看着哦 我这边压着横跨 然后这边我一样压着 又横跨 好 那再来我再来换红色 因为你看哦 红色 粉红色 再来又红色 横跨下来 好 横跨下来了 这一组穿过这个洞 这一组穿过这个洞 好把它拉紧 好 透过慢慢拉紧的方式 当然不能 比亲不建议你 直接把它拉到最紧 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花心那个紧致 所以我们拉出来的时候 是微松的 它不要紧 紧的话会 影响我们整体的美观度 好 这就是第一条线的边界 那我们接下来 编下一组线的边界 下一组呢 这是双线同时边 我们下一组呢 是单线边 那单线怎么边 我们 你看我拿红色这条 压粉红色 粉红色这条去压 它的下一条 它的下一条是这条 那这条就要再去压下一条 它是一个无线循环的方式 去压 后面的线 那因为我们故意把这个线条留很短 因为等一下你会拉紧它 所以它是无线循环的一个拉 一个压挑法 然后压挑回来到正前面 第一条线的时候 好 过的第一 第一个红 好 我把它调整一下 好 就是一个无线循环的一个压挑法 那压挑完成之后 我们稍微要顾着线哦 把它慢慢收 把它慢慢收到 跟边边齐就好 好 是不是很 就是看起来像一朵花 但它还不算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收下去的动作 我们只要把这个线条先调平整 好 是不是像一朵花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做那个动作就是这样子 底部撑着这里 底部然后把它稍微扶下来 把这线条拉下来 花的形状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刚才尾线都全部留在这里 尾线留在这里 我们要收尾了 所以它是不是一朵花就已经呈现了 可是呢 如果你现在在做盘线的时候 你可能会松脱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用针线 好 把它穿过去 用针线 或者是你有QQ线 也可以用QQ线直接缠 好 缠个一圈或两圈 过针 就先固定它 那你用QQ线的话也行 就是那个 一般 烤克机在使用的QQ线也行 好 那花的形状是不是出来了 整体的花形状是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整合了 那整合的效果的办法就是说 好 第一个叶子 从侧边靠上去 第二个 吊饰线 吊饰线要靠上去 吊饰线也是这样 靠上来 好 那是不是整体的造型 各位都可以决定可以接受了 好 我们现在来做秘鲁结 收尾 抓着 秘鲁结 放上来 拉紧哦 一定要拉紧 这个地方 一定要拉紧 拉得越紧越漂亮 转三圈 一 二 三 好 三圈 这边 这边有个刚刚对折的那个圈 把它放进来 好 收 好 收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鱼线都剪掉 剪掉 然后这边烘烤 好 这边也全部都要剪掉 那剪掉的时候 比较建议就是说 尽量剪贴那个主体 让它贴着主体 让它变短短的 短短的你在收起来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露出来 在那个整体的外面 那轻的习惯呢 会把这些尾线 就是把它收的 尽量收小 收小的话 你烘烤出来 鱼线的效果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整体的看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美观 好 我会把它修小一点 好 我们都修完了 那我们就用打火机把它烤 烤到让它粘合 然后可以用我们的打火机 金属的地方稍微把它压一下 好 那这样子啊 我们这一朵玫瑰的 钥匙圈就已经编结完成了 好 透过这样子的编结法呢 呃 这一朵玫瑰花 它是一朵很立体的玫瑰花 各位可以透过镜头来 观看这样子 它的玫瑰花的立体度是很OK的 好 这是一个钥匙圈的挂环 好 然后 整体 整朵花是使用 吉祥节来编结 那我们背后收尾的地方 这个地方使用的是平结 这个叶形呢 它使用的是琵琶结 最后收尾这个小底部呢 它使用的是秘乳结 有四种编织结法能肉让各位来做一个体验 那这应该算是说一个很适合做编织教学来跟各位分享的 那母亲节呢 如果其实您送上一朵这样子的花朵来送给母亲的时候 也是相当有意义的 好 那今天琴呢 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琴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 拜拜 拜拜